哈喽大家好我是友航 可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 给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机的要求 先看到呢 左下角南渡天王 这是一期呢 天王南渡一个新的突破 是来自于咱们的左下角ID啊 小离仔抱着头大神 这位大神的话呢 是再次呢 在这个白黄的身上啊 获得了一个突破 打了一个白黄的一个五金通关是吧 咱们先来看这个嫂子 然后呢再慢慢接受什么是五金 这里的话呢 白黄这个人物啊 他虽然说血很短 但是的话呢 这个人物呢 打一二三国啊 打前三国的话呢 绝对是个王者 这里这个节奏空的很漂亮 打了Boss两下追地 让Boss呢 慢点起身 然后呢 清掉了刀兵以后 继续呢 抓Boss起身的破定 这个位置呢 他王者的第一点 就在这个射箭 打一二三国的话呢 这个射箭是很关键的一个技能 特别好 当然了 这个玩法套啊 这个全程啊 射箭都是一个关键技能 这个位置呢 伴随着孙击 最后一个破定 直接把扫子拿下 这个武进都是什么呢 首先呢 进血啊 然后呢 进气 之后呢 进你按键的B C D 也就是呢 跳键啊 然后呢 这个 防御键啊 还有这个放道具的按键 之后呢 前面被哪个小兵打了一下 咱就不看了 咱看看这个 关键的地方啊 之后这个地方呢 一出门呢 清掉了两个云民以后 开始卡这个贴码 这个贴码 如果卡住的话呢 这个 大驴啊 将会非常的好打 当然了 不卡住的话呢 慢慢打也是能打的 不过就是慢 你看这里是吧 连续的射箭 A两下 让这马进来 好 那么呢 开起一波无限连 啊 这个位置呢 是 伪连啊 俗称的无限连 这样的话呢 撞A三下 撞A三下 撞啊 完成了一套连招 反复循环 带走马王 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谁吧 再看看下回元吧 他这里呢 打的是一个200万的方案啊 所以说呢 他在第二关的时候呢 他使劲往左走 打了个不欠天下 刷了很多分 然后这样的话呢 来到了九级 四十八万 这个位置呢 他选择是一个平打啊 就是说呢 不卡兵 然后呢 脱兵部 咱们小时候的打法 这么打的话呢 比较缺时间啊 但是呢 好处是这个荒冬啊 天克下回元 时间很够 这里没抛起来 不够不要紧啊 时间绝对是够的 不用着急 基本上三套连招 加一两下平A 这个下回元就死了 所以说的话呢 即便千百打铁夹 很难用时间啊 但是呢 这里呢 时间依然是够 第二套 继续 这么打的好处呢 是什么呢 就是屏幕大 屏幕大 这个拖着小兵 屏幕大多了 那你看这吧 三套连招 加前边的两下平A 接这个看刀 很轻松就收走了 OK 那么呢 下回元带走之后呢 咱们来看吧 第三关的一大难解 就会碰到处了 这个位置呢 是打大狗摊分 摊分 他基本上呢 每一个地方小兵都会打拳 这个地方呢 就是黄宗这个灵级的A 比较的不厉害 但是的话呢 你摊分还必须给用这个撞A 因为伤害低 所以说呢 摊分导致来打 那么咱们来看这个朋友吧 出门呢 A看到很漂亮 然后一定要给梦游屏幕 哎呦 这个后边这个大狗啊 很危险 一定要给这个梦游屏幕啊 让这个梦游呢 倒地以后呢 他不至于是吧 因为这个没有屏幕 他会笑一下 这里呢 选择了连这个老虎带BOSS的一个走位啊 加这个射箭 加看刀 这样的话呢 清掉了这个老虎 之后呢 不把梦游打倒 好 最后的一套 十二连带走 没问题 这个梦游打得非常的漂亮 主要是在一个老虎 在场的时候啊 如何控制住这个走位 不让梦游笑 之后呢 他这个气呢 平时都会冷一冷啊 防止这个打BOSS这时候呢 出一半啊 换招了 出个必杀 之后呢 这个地儿呢 是选择了 打一个很轻的连段 啊 他要打很轻的连段呢 就是为了多加点分啊 好 这里呢 再来一套 升级了啊 这个分数的话呢 应该 应该是有那啥吧 应该是能看到多少分升级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升级其实挺坑的啊 这样的话呢 避免了这个 一大挨打啊 好 这个位置呢 没有什么打十二连 慢慢磨 中央A空阵 再错 打个状 收完四一啊 分两套收四一 再打空阵 好吧 这 这好像不需要这么细吧 这人又是 前边已经打这么多分的话 后边二百万应该不打啊 他这关过了就一百万是吧 这是第三关 后边还有四关 四关打一百万 平均一关二十五万 减据过关分十万左右 一关打小兵十五万分 应该是够的 那么呢 咱们这里看看张辽 卡比小兵以后呢 站到最左边 看见了吧 这样的话呢 好处就是能快速的停止贴甲 哎 快跑 张辽来了 射一剑吧 贴甲射死 哎 好 搞定 哎呦 好危险呢 这里打张辽的话 尽量是不射见为 不射见为妙 如果射见的话呢 站个歪轴射见 因为的话呢 张辽怎么呢 你这个黄宗啊 如果射见的时候 赶上这个张辽 也弄火球剑 那么呢 你俩就是一个对导 你换血肯定是 换不过这个张辽的是吧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非常的缺血 这黄宗本身就是贫血血少 最后说的话呢 尽量别跟这个张辽 你看这吧 他这里就是卡个歪轴射的 要不然刚才那个火剑就互换了 哎 你看像这一下是吧 如果这个张辽啊 出这个裸修剑 那么就会很亏 我还是 还是觉得这个 无论是哪个人物啊 打这个张辽 两个神位 扣引张辽触破顶 打这个套招 抓他这个 败招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他这里呢 选择射剑 但是挺背啊 终于来了 我刚刚说 这三个确实挺背啊 射倒张辽564了 一次升级没给 之后呢 打一个空阵的12连 空阵起手的12连呢 好处就是稳定 张辽升级了 来 空阵起手 撞一三下 哎 这一下没问题啊 这一下呢 是自己那个撞以后呢 打的 打的点比较靠前 导致呢 这个后边呢 撞以后的连招呢 位置不够了 这个呢 也是要求里边的 黄虫常有的一个毛病 但是到风云在戏里边呢 就修复了 OK 这里能够一套12 然后继续吧 哎 又升级了 来 这位置呢 选择一个瓶撞 啊 这样的话呢 打一个10也行 说完4E就行啊 刹子都不大伤害 再一套12没死啊 再随便补一下 应该就死了 好 有没有升级 射箭 然后继续 再射箭 好 搞定 前三关的话呢 是挨了小兵两下打 基本上呢 都是在摊门的时候挨着打 咱们呢 继续往后看 这一关的话 好多人说 为什么不打这个貂蚕是吧 为什么不打这个貂蚕 来这个走一个电道 跳一个魏严 实际上呢 都想那样 但是呢 这个黄虫没有办法开门 啊 这是这个黄虫呢 武器的一大胆度 打不开门 不然的话呢 这个黄虫打貂蚕呢 是呃 不怎么掉血 不好打贵不好打 但是呢 不怎么掉血 基本上不会掉血 所以说的话呢 打不着掉血还是很伤的一个事 啊 那么呢 后边呢 就得面对魏严 那个马王不厉害啊 在黄虫的眼里 那个马王是白给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 这个人物的一大难点就在这了 啊 也是为什么说 这个人物呢 现在是武器里边呢 后开发出来的人物啊 不能跳魏严 比较坑 那么呢 这个吕萌呢 可以看到呢 打的方案非常好 是吧 就跟魔障似的 打这个A神龙白尾 他这里呢 打A看刀 然后呢 这里躲了吕萌一个钻 抓了吕萌钻后边的特点 现在就不用着急了 现在这个输出已经够了 啊 前面的障碍呢 打得非常的高 啊 继续啊 A看刀 然后的话呢 目前为止啊 这个 现在武器 还没通关的角色呢 应该算是只有一个了吧 张辽 啊 只有一个张辽 为什么没给马超算了 因为我始终觉得 马超的武器通关 不太厚 需要 极强的运气 啊 我只能以极强的运气来解释 因为呢 马超这个人呢 在武器情况之下 没有连招啊 他不像其余的一种角色啊 其余的一种角色呢 无论哪个人呢 在武器里面都有连招 马超的话呢 只能打 四下A 六A 小头那一套 啊 所以说比较坑 这里呢 沙姆克是一个难点 首先呢 沙姆克的笑呢 这个黄龙不好躲 倒是能躲 不好躲 可以用这个前前A 那个肩膀头子 为你躲沙姆克的笑 其次就是出门的三个大狗 你看到是吧 他这个射箭啊 立了大狗 这个人物呢 这个武器里边呢 最强的灵魂招 就是这个射箭了 然后呢 他这里要打的呢 就是把这个下 这个沙姆克 每次都打到屏幕外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119的沙姆克啊 他被打到屏幕外以后啊 只要是这个身子在屏幕以外 他永远都不会笑 好多人说这运气太好了 是吧 沙姆克一下都不笑 并不是啊 这个是他控制的好 跟运气没有关系 咱们来看这儿 这里呢 把这个优先兵杀掉 杀早了 稍微等一会儿杀啊 那这一个火是躲不开的 这个火出来的时候 那个飞碟就没了 如果是稍微晚点杀 留一个飞碟 然后呢 利用减飞碟的无敌 能躲过这个火 他这里呢 应该是怕这个 沙姆克不是第一优先 因为这个沙姆克 如果不是第一优先啊 这个非常难打 打一个反应追递 反应追递啊 诶 这里反应追递不就死了吗 诶 反应看到不就完事了吗 那咱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 沙姆克抱的道具 咱吃一个能不能躲 一二三 剪 漂亮 成功躲开 那么呢 咱们来看嘛 这里呢 一大难点是陆迅 打这个陆迅的话呢 伤害倒是够 而且呢 还有射箭 但是呢 不敢轻易射 因为这里的刀兵啊 抓机会抓得非常好 这一下可以啊 这一下反A 绝把陆迅抢上去了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就是反复抓陆迅破顶 然后呢 控小兵节奏 这个人厉害的一点呢 就是打这个小兵脸 还能摸死 所以说呢 这个刀兵可能 形成的威胁小一点 你看这吧 两下摸死之后呢 勾引陆迅出招 然后呢 抓陆迅的什么 三角剑了 平卡了 抓这些破顶 这个位置呢 继续走外 哎呦这个陆迅好吓人的 这个陆迅 那个吓上A 一刀就划死 这个命千万不能死啊 这边如果死了之后呢 这个躲死时间是不够的 所以说的话呢 这命一定得留住 哪怕呢 让这个陆迅打一下两架 哎呦这个A看倒很漂亮 虽然说有点拼 但是呢 确实抓住了机会 后边那个小兵呢 能砍 但是没砍 最后一套 没有抢 继续躲 不能打了 来兵了 来兵了 躲一躲 对 再 好 等 有没有机会 哎差不多了 机会要来了 就是这招 哎呦没打着 哎这招也行 好 死 牛逼 这个陆迅打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陆迅的话呢 整体的节奏 极其的 是吧 极其的合适 这里呢把气空开掉 咱们来看左辞 左辞的话呢 有三招能打的 首先是看刀 哎对 最重要的就是看刀 爆表的一个输出技能 其次呢 就是平A的第一下 啊 平A的第一下 往上滑能打的 然后呢 这就是66A 66A的话呢 在这里呢 66A呃 19里边呢 这个肩膀头子撞完以后呢 左辞是有概率出那个顶 就是那个支话啊 往前一冲那招 对 就这招 你66A顶他 他就容易用那招顶顶 但是呢 概率不大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主要的攻击手段呢 是66A接看刀 或者直接拢看刀 啊 然后呢 A接看刀是连不上的 这就是打左辞 主要的一个办法 这个左辞呢 也是这个人物啊 就是五进玩法里班的 最难过的一个场景 首先的话呢 理论上时间就够 但是呢 实际上打起来呢 几乎99% 时间都不够 啊 除非是这个 左辞挨打以后呢 就不出一个 铺的翅膀那招了 就让你打 其次呢 那个后边的大狗 不搅和你 啊 这样的话时间也能够 但是呢 这种情况在 天王难度实战里边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前面打这个 陆续的时候呢 千万被死了 就在这 你看是吧 哪怕现在死了 然后呢 借着出来的隐身 这个隐身就打左 四十一半的血了 那你剩下一定的时间 肯定是够的 是吧 你就不用着急了 但是呢 如果你刚才陆续死了 你整整一条命 你说你着不着急 你肯定得上去拼 对吧 等你上去拼的话呢 要么就是挨重狂动 要么就是时间不够 所以说的话呢 刚才那半命 就等于一命了 非常的关键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继续卡了两次 看到以后啊 尽量保证 这个大狗不死 然后你开始把这个 A不绕第二段 这个黄虫 这个个态 这里呢 66A接了一个汗刀 然后呢 两个大狗 必杀一个 就必杀一个 不能留 哎 这看到又来了 你看这吧 他这里呢 你边看到呢 还得边看着后边 这个小兵的位置 他扑你的时候 你还不能看 所以说呢 这个玩意 非常的考验 耐性 以及你对这个 小兵大怪 两个人加到一起 所谓的一个判断 好吧 这位就同时 马上打到 睡了一见 大狗死了 哎呦呦 这一下 66A接看到失误了 刚才66A接看到 他们没打出来 导致呢 佐子给了一个顶 不过不影响 不影响 现在这个情况 是非常能接受的 好 这个位置呢 继续 现在不着急了 哎呦 这一下还行啊 不着 现在时间绝对是够了 又一个机会 能不能砍到 来了 继续来 大概呢 还得重复个五次看刀吧 五次顶家看刀 又一刀 可以 哎呦 这一下 没有办法 这一下也不得不打 这个东西就是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也看点运气 看后边那个大狗 哭哭哭你 现在他可能要求稳了 他可能想一下下 把这个佐子点死 我感觉是这样 他应该是不想掉血了 因为这个 伤害已经够了 时间已经够了 所以说呢 现在就慢慢磨就行了 慢慢磨 尽量用这个顶磨 这个A的话 感觉没有这个顶水 两者的伤害 A肯定是高点 还是 对于这个血栏的佐子 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两下 等 哎 没磨到 你看这把 这样好处就是磨不到 但是 后边的怪也磨不着你 这样呢 凭点两次凭点 拿下了这个佐子 那咱们来看吧 下一关呢 一大难点就是许楚 许楚的话 就怎么说呢 看抢招了 好 许楚来了 出门先把小别人放倒 然后呢 毛泽抢 这里呢 这个位置不好打12连 第一套没有选择12连 之后呢 再倒 哎 踢了 哎 机会 没抓到 又抢了一招 哎 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打12连呢 是怕12连失误 还是怕升级啊 应该是怕12连失误吧 其实讲道理 应该是打12连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许楚呢 本身你每一次跟他抢招 就存在危险性 是吧 无论呢 是许楚防 还是许楚这些裸断 这个血量呢 打你一下 你就死了 所以说的话呢 一旦抢招成功 直接完成一套12连啊 绝对是 一大保障 对吧 比如说你12连 打出的伤害 跟四下一看刀 那肯定得是一倍有余 啊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你 跟他抢招的次数啊 减少一倍 这样呢 也会安全很多 但是呢 他这里呢 是每次都没选择12连 还是选择抢招 好 咱们这里继续看 这个小兵呢 没有选择空 直接来 这不能12连啊 这个有小兵在边上 12连是连不了的 还有两次抢招 再来 四下一看刀 他这个抢招好精准的 射一剑 可以射剑了 哎 想法一样啊 这个时候就可以射剑了 因为你前面射剑伤害不够 但你现在射剑伤害肯定不够了 这里再抢一招吧 这位置被虚蜀逼住了 漂亮 这个虚蜀打得非常的硬啊 一点血都没掉 啊 这个呢 绝对是通关的一大好消息 然后只能横着走 为什么呢 因为黄东 上不去那个台子 啊 比如说呢 你走的是正路 是吧 这个地方呢 因为你是武进的 进了跳跃界 你台子上不去 好多人说 开个绿沙不就完了吗 是吧 窃进了 关键是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只能选择走这个反路 跟诸葛亮一样 啊对吧 诸葛亮呢 最早的时候呢 打这个武进就是 只能走这个反路 打这个梦霍 OK 这样的话呢 凭借着一通这个狂连 把这个梦霍呢 轻松带走 这关最菜的boss 就是黄盖了 没必要开场抢一下 因为这个 黄盖这个怪 怎么说呢 呃 要求里实在是太差了 而且呢 带着两个小兵呢 也不算很厉害 而且这个白黄杀害够 所以说呢 没必要跟这个黄盖抢 虽然说呢 他出场这个地下呢 站的是一个歪轴啊 他打不着黄盖 黄盖也打不着他 但是呢 后边的小兵呢 会合征 形成合围之势 这个位置呢 用掉黄盖的水地 让黄盖快再起身 保证时间够 但是 怎么打时间都够 这个黄盖 打这个黄盖 可以不打12连了 因为呢 这个 随便魔就打死了 是吧 你看 把这个 小兵清一个 留一个 然后呢 够与黄盖出破顶 黄盖破顶一到 小兵一杀 过去打 然后拖一个半瓶 等黄盖跳 继续再联 这时间怎么都够 黄盖这个boss 为什么叫第二杀狗 确实是太菜了 在这个要求 基本上是个 心通修设的boss 我感觉这游戏 把下后盾放在第一关 把黄盖放在第二关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那这个位置呢 黄盖要跳了 然后呢 两个小兵 就是站在黄盖顶上 兵来杀兵 黄盖有关 就打黄盖 玩活了 这家后是真败给啊 好 最后一套 我们来看 等得上了 不着急啊 别被小兵这个 抓了我方的破裂了 来了 再见了兄弟 拜拜 搞定 很轻松 而且呢 也讲命了 这一路上是没少看分 好 咱们来看这啊 这一关是跟小兵抢了 没抢过 他这里为什么那么着急呢 首先有着急的资本 是吧 上面呢 两命在 然后呢 这关如果你打快点啊 即便是被炎下去了以后 然后呢 再借助你这个死命之势 那么呢 你这个曹操 应该是一个天下 那样的话呢 打起来就很容易了 咱们这里呢 来看吧 这个小兵 感觉尽量还是留那个远程 后退那个兵 比较得 这里呢 黄奴打这个大驴的伤害 绝对是够用啊 这里呢 再牵一个小兵 好 上去把他 别打死啊 别打死 哎对 别打死 别打死 哪怕就是打大怪的时候 给他夹死 也 也别着急啊 要不然一次出俩兵很难受 最后呢 这个满王料倒啊 这出八个兵也无所谓了 OK搞定 咱们来看魏延吧 这条命的话呢 基本上就扔到桥上了 魏延别人对话 对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 拖魏延下桥的时候呢 容易一点 因为这个魏延从脚落地以后呢 即时 一分钟下桥 一分钟跑路 然后呢 这个对话呢 就占20条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咱们只要面对魏延四成小就完事了 哎呦 这里居然是没死 很牛逼 凭借着一通这个平坎 清掉了铁甲 然后呢 一个白轴射箭 之间的躲过了魏延的致命肥碟 非常的屌 这位置呢 抢吧 最近抢吧 没招了 因为也没有防 也没有无敌避伤 射箭的话呢 还没有这个平A强招裂下的 就是说 避眼就抢就行了 这下节奏非常好 追两下地 稍微慢点追 稍微慢点追 这两下地呢 可以让这个魏延 这里死了 没有办法 这个玩意就是这么回事 你让这个魏延跟小兵凑到一起 你也不敢A 所以说呢 这个射箭的话呢 常用招吧 这个魏延打的已经很牛逼了 就这个桥上魏延 快跑了 快跑了 哎 好 跑了 那桥下魏延就好打不少了 那咱们来看这个桥下魏延吧 桥下魏延的话呢 可以留一个草 哎 对 就留中间的草 然后就利用这个草呢 跟魏延加小兵运回一天是吧 现在就是 利用这个草 魏延跟小兵运回 这里呢 抢了一招 位置太远 没有打12连 好 继续走位 哎 这个地儿能卡住 哎 那行了 不用过去了 等魏延过来吧 哎 别过去 等魏延过来啊 那这小兵被吓来了吗 好 打一套 直接起12连 啊 他选择一个快打的10连 也不错 这位置呢 3A打点伤害 最后一套抢死 哎 被抢着 快跑 挖6 这下跑不了了 一看就是啊 这个小兵人刚才那个位置呢 肯定是要那啥的 但是呢 现在啊 这档伤害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现在主要是快打 主要是打得快 很关键 好 咱们来看四马一 出场呢 直接让到中间 先打四马一套 同时轻掉两个小兵 有一个没死吧 哎 死了 那可以了 那这个四马一的话呢 就啊 比较的好解了 唯一怕他那边楼豹子 哎 这下为什么不打12连呢 多好的位置 这里如果是四台打完之后呢 还用招式累积 没点招A 啊 那现在就点不得了 没收招A 这里呢 跟他抢一下 把四一收拳 等四马一垫 这下抓不着 选择射雷剑 小胖子死不了 小胖子能扛两剑 问题不大 最后这个位置呢 选择不跟他一下 啊 然后呢 接着打 哎 这里应该是顶不着 位置很好 来了 机会终于来了 这样呢 只要是把四马一打笑了 那就好打了 我们来看啊 斜着跑火 走呗 斜脚跑火 直接打 没问题 打一个快链 可以 防止后边的小胖子 愣炮着 现在呢 就是把四一打绝 然后呢 跑火 跑过去 就完事了 四马一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主要就看后边的小胖子 能不能 帮他解围了 小胖子包装上忙 那啥也不是 好搞定 这样的话 四马一带走 那么呢 咱们来看曹操吧 虽然说这么多血 这么多命 曹操看似稳定啊 但是实际上 也不是更不合适 曹操的话呢 如果开那个必杀 跟你二则啊 是很难猜的一个事 这个速度 应该是一个贴甲 咱们来看啊 66A 看到 漂亮 这样的话呢 多走了一步位置 出门可以跟曹操抢一招 我们来看 出门这一招啊 直接呢 跟他抢上 来吧宝贝 防了 有点累 这里直接 位置太远 还有贴甲 选择平函 没问题 这个位置好啊 跑了 刚才那个位置非常好啊 那个位置呢 如果能一直堵住曹操 将会非常的逮据 左上角那个位置 让咱们来看吧 这里抢了一招 没有选择打12 等半平 曹操没出的啥 这个位置呢 直接顶抢招 这个位置可以 我们来看 曹操就跑了 曹操在隐身之后呢 在这个黄冬的顶 曹操是100%抢不过的 100%抢不过的 哎 这个位置又来了 我不看能不能抓住 123 不管后边那个 对 没用 不管他 就揍曹操现在 现在就是 刚正面啊 快刀斩论吗 把小兵打倒 曹操轮 好机会 再来 直接一套 持连 再把小兵打倒 再打曹操 千万被管后边的小兵 就是干 哎对 又有看到失误了 没事 不要剪 完了 曹操跑了 你看多好的位置 是吧 现在被加血啊 他千万被加血 加血又不一定咋的事了 OK搞定了 还上了一兵 非常的牛逼是吧 那么呢 这个也是白黄 目前为止的一个 限制的一个最高难度了 就是这个5G 当然了 排除那些就是 奇奇怪怪的限制 比如说什么 进招了 进这个 进那个的了 是吧 就是正常的这个 限制玩法里面 目前为止的最高的一个难度了 好吧 感谢咱们的小利仔 暴女头大神 是吧 又完成了一个 白黄 一个5G 这也算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一个通关了 那么好吧 我呢 是本期的解除友好 如果呢 各位有什么好的素材 想发给我呢 也可以加我的起格 3711 59923 那么的话呢 今天的视频 又该告一段落了 是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一个关注 免费的三连接走一走 咱们一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